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焦高笋料理来到的第二支 这一次我要教大家的是 炖菜锅 因为我们蔬食的社员很多 所以我现在做料理 很多时候如果可以的话 就把它切成两部分 蔬食锅煮完之后 如果你要加肉片 你自己再加就好 这次我用的食材除了焦高笋之外 还有黄地豆 甜椒 菇类 黑木耳 葱 大蒜 根筋类 还有我们的冷冻的油炸豆包 跟火锅料都可以 因为我就是要做一个炖菜锅 这边看到我先 用一点橄榄油 然后加切碎的大蒜 然后把我切好的蔬菜 先放下去炒一下 很多时候啊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讲的 你不需要特别去记 什么东西有什么营养 你只要把你的颜色搭得越丰富 那你的植花树 就会越多 你所摄取的营养 就会越均衡 尤其是我们蔬食的朋友们 一定要记得 多吃新鲜的蔬菜根筋类 先把蔬菜稍微炒一下 我再把较高笋倒下去炒 这边看到我的较高笋就是 我切比较大块的 然后它是属于比较厚实的部分 我就把它拿来炖菜 那之前我上一集有教大家 我拿来炒牛肉丝的 那个就是比较鲜嫩的部分 这边看到我家的生抽 生抽我用了60ml 然后味淋我用了30ml 就2比1的状态 我没有要炖得很咸 然后我也没有要卤东西 但是生抽是帮助我 让这一锅的香气更浓郁 所以我生抽没有用很多 然后看到这边 我把冰箱里面的一些配料 配菜都把它放下去一起炖 然后我就把水补满 这里我还加了马告 记得我一直在强调 马告要压碎再使用 香气才会出来 我已经讲了100次了 所以不要再问我了 我会生气 然后稍微让它均匀 我就开始炖 其实也没有炖很久的时间 大概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我都在要炖之前 再把葱放下去 让它的香气可以在锅子里面 在这里我还有再加一点盐 一点海盐 因为我有试它的味道 如果你不加也没有关系 就是你先试试看味道 那你如果觉得没有什么咸味 你想要加的话 你再加 蔬食的朋友到这里就可以了 其实这样这一锅就很好吃了 酸酸的有较高笋的 笋子的鲜甜 然后跟带一点微酸 然后跟我们炖很多蔬菜在里面 所以营养就非常丰富 然后这里我还把我煮的银嘴豆 我有加一盒银嘴豆一起下去 补充我的蛋白质 然后我用的是我们合作社 花肉社的猪五花片 这样的料理就很百搭 可以一锅两吃 大家可以试试看哦 我们下次见拜拜